Hi El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賈靜雯 你們是不是很好奇 我的包包裡面有什麼 我現在要開我的包包 跟大家分享 很重要的一個就是 口罩 現在很幸福有很多的選擇 防護力要做好才會很安全 然後再來就是有時候我出門 我會有點懶得整理我的頭髮 所以我會準備一頂帽子 然後 這是我的皮夾 你是屬於現金派還是信用卡派 我是屬於信用卡派 常常現金會是沒有 然後要急著去提款機領錢 我也不想我皮夾厚厚的 因為有時候發票什麼的 我還是會塞在裡面 這是我的專屬的粉餅 有我的名字 跟你們分享我的化妝包 刮傷板 配上專屬的精油 這是我一定會帶在身上的 然後有各種不同的精油 因為我是屬於對於氣味有點敏感 然後又很怕自己 頭痛會影響到工作 所以我就自己有時候刮一刮 讓氣血通 我的刮痂其實不是有兩頭嗎 那比如說像我自己在脖子 因為你頭痛不能只刺頭喔 因為有可能是你的肩胛 跟你的脖子的後面的氣堵住 所以如果有人幫忙的話是最好 就拿這邊可以去刮你的翅膀的那個部分 那這邊是自己可以刮嘛 然後頭的部分 就拿這兩個角 我會像梳頭一樣 把那個氣梳通 除了這個 我覺得臉部我也是會 整體的頭跟頸部跟背部 我都會全部順一遍 我還有一個水晶的 很怕這個不見了 我還有一個備用這樣子 然後我的口紅 然後小孩子在嘛 就一定會準備那種萬用膏 跟過敏會擦的藥膏 可愛的卡通OK棒 跟牙線 就是女藝人出門有時候素顏嘛 除了帽子之外 那一定要有一副 看下去其實很好的墨鏡有沒有 這樣不用化妝 你也看不到我的眼神 但是很帥翅 我墨鏡也蠻多的 就是我所有的眼鏡到最後都不見了 然後我就想說 我到底放哪都不記得 就在各個的口袋 就可以挖寶到我很多的眼鏡 可能一兩年前 可能放在哪一個口袋裡 我都完全忘記 然後再把它找出來的 以下就是我包包裡面所有的東西 如果你們有什麼問題 還是很好奇的話 你可以留言給我 我們會盡快回覆喔